这九位明星自爆看A片,最后一个竟然还跑去日本买碟片。 一说起黄片,一般人都会脸红耳赤,因为大家都知道,这类片子是不能随便看的,特别是对于未成年人。 其实在娱乐圈里,就有一些明星曾被爆料有喜欢看黄片的爱好。 媒体称,《唐记》里被三级艳星蓝艳爆情史,并被蓝披露其性癖号,爱看三级片。 在2007年的时候,有香港媒体爆料称,一向甚少夜游的阿娇在助手陪同下前往跑马的泡巴消遣,并在酒吧内看露点黄片被记者拍到。 但后来她解释说,当时看的只是外国街舞MTV。 如果在尘世艳照门之前,估计大家肯定不会相信玉女阿娇会看黄片,但之后真真假假谁能说得清。 年过半百的女星丁佳丽曾在石家庄参加河北省公民德性教育论坛,演讲时她当众大爆自己的隐私,包括曾经四次堕胎,观看色情影片,婚后瞒住丈夫与人偷情等。 丁佳丽的这番讲话在网上被疯传,并在网友中引起了激烈争议,听后让人震惊。 在KBSRTV想象Plus第二季中,参加演出的李和娜突然说起了自己看A片的感受。 她说看了那个之后才知道还有我不了解的世界呀。 一开始的时候感到非常吃惊,看周围的人也觉得有所不同,会有那个人也看过吧这样的想法。 但是经过几年的时间,看了几次之后,又觉得其实这也没什么嘛。 引起了现场一片笑声。 据香港《明报》报道,刘德华到台湾宣传新唱片,连跑六个电视,电台录像通告,大小通吃。 华子录像康熙来了时,被小S频频拿三八字长矛取笑。 华子提及很爱看台湾节目,小S级推荐她看A片,华子笑说,这是年轻人做的事,我现在怎么看,都是重负的, 言外之意是看了很多嘛。 05年的时候,小S与Mike徐亚军订完婚后,脸不红气不喘大谈姓氏。 小S说,怀孕数月,和老公Mike仍兴趣浓,两人平时爱看A片,性生活如常。 06年的时候,阿妹应邀录制《国光帮帮忙》节目时,畅谈艺人成名以后快乐嘛。 她除了感性抒发艺人难为之处,主持人出其不意问她是否看过A片时,没想到,阿妹不忌讳地泄露自己看过A片,她大方说,当然有啊。 都是成年人了主持人问,有看过欧美或是零月的吗? 阿妹表示,只看过一般普通的。 导演王晶曾经拍过不少三集片,还捧红过不少女明星。 王晶于古剧《鸡鸡》年前在北京拍摄电影《东粉王》时,王晶曾说过自己会去日本买四子,成人影碟。 下一部影片预告 魅力无限 十大最著名的二次元女神 感谢你的观看 记得分享及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